好了下一套 今季成的最強黑馬這套 可以這麼說 因為看上去好像一批中學生 好像每個人都好像 因為其實都是方文寫四格 這套就是黃金平圖 為什麼沒有說呢 始終我個人經歷 上季被嬰兒式催殘後 我對這些四格東西有點反抗 尤其今季就像Lubland 我都開台部看 像Facebook 很多人說NikoNiko有很多片 我才會再補 當然 舊上季那套就算了 游游息真的很差 這套就是黃金平圖 其實講述是五個女生 主要來講是五個女生 原本劇情不太多 總之就說去英國留學留一個禮拜 大公仁 女主角太陽仁 跟奧利斯的金法少女做了朋友 為什麼奧利斯會願意去日本找一個朋友出來呢 其實我也很奇怪 這個情況 他們說很好仰慕日本的文化 去了日本留學 雖然有少許可能說不太通 不過大家張同一下 背景而已 一集就完全沒有交代了 然後就出現了另外三個 小露玲 阿亞 朱鴻楊子 Yoko 即是高大的人 然後再出現另一位在英國來的少女 可憐 入了不知道哪個房子 可不可以說話 其實她是追著跟著愛利斯來日本留學的 其實就是五個女生的故事 如果再加上一個女生 就是阿大公仁的姐姐阿大公勇 做這個無得意的她姐姐 其實就是一個四格來的 有短有長的故事 裡面不是說是短故事 很多有些是中長故事 有些可能只是隔一過牆 幾十秒 有少許感覺就 有少許像日常那種感覺 但當然當然氣氛就不太不同 怎麽管呢 她有動畫見有心編排過 例如說 可能會把學園制的近版集 選一下的近版集 即是那幾個故事會有連動性 跟著試著走 感覺也會是 但當然我們知道原作死的不是這樣 對 而且我看到她有種季節的變動 尤其是下... 會活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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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們做出來的風格 如果你說看她的ending的歌曲 以及她的平時格調 都頗有那種英式風調 她都頗強調這件事 英式英式我就不清楚 但人家的英文真的好厲害 如果你說這樣 我又覺得 這麼多個講日文之中 卡尼是最像外國人講日文的感覺 就是desu desu 即是如果你是一些... 哇 這些講的洗腦片別看了 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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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即使外國人學日文也好 即是我們學日文也好 那真是有機會用desu desu 是會多於日本人的 你看一般人說話 不會有那麼多desu desu 他們說很多速音中間賴過損 當然啦 但我又覺得整套12集 感覺上很感動的位置 在最後一集出現 當大家在說大公印在說故事的時候 大家將這麼多個同學 即是他四個同學 五個同學一起說故事 搬了一個故事 搬了一個海盜的故事 那一節都算 touching 因為他講回那幾個 又是差不多character的人 然後將他們怎樣變成人魚 海盜 勇者 變成一個叫做朋友的故事 我又覺得 還有他用一個像白老匯歌劇式的演繹 我感覺上挺有趣 因為很少可以在動畫上出現這些情況 因為始終這套東西 今季算是典型的白褲 明顯看到有典型的白褲 即是阿玲和羊子 其實羊子根本就是男主角 那你沒有白褲 沒有男的 整套真的沒有男的 那另外還有我又說一句話 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奇怪 整套東西做那個 他很注重什麼 就是英、愛國人和日本人的文化教育 我覺得他不太多 不是特別多 我覺得他很注重 愛麗斯很喜歡日本的文學 他有看日本教育經典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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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人去學習日本的文化 例如他看別人的插花、盆栽等 感覺上挺有趣的 挺像一個很喜歡日本文化的外國人 去到日本教育經典的事 感覺挺像的 而且如果大家看看 愛麗斯上面的頭頂的端 其實挺有日本古代的風 古代少女的頭色風 那些風的風 我覺得他的影響做起來挺漂亮的 當然故事也有趣 我覺得輕輕鬆看其實是不差的 有很多金貴 金貴叫黑馬的 那麼多NikoNiko的影片 我覺得大家看些 會浪費 當然 書好像出過三本 如果大家喜歡看 其實他的四格馬畫 其實看上去 畫法和動畫圖不差太遠 當然一個有顏色 我想說哪一套 所以等一下再說 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 東三將內 今次有制法 不知道哪一套 我們有沒有提到這個 好 那下一套